大家好,我是安东尼,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主要眼间我已经移民到加拿大三年了 这三年由于香港来加拿大 生活状态其实改变都很大 最近这两年很多朋友移民 打算回流加拿大 由于加拿大推出了香港人的救生艇计划 很多朋友都有兴趣 我想移民加拿大 除了支出我们的救生艇计划 申请的细节以外 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加拿大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所以今天我想做回一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温哥华三年 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这里是有关温哥华的生活 资讯以及移民生活历程的分享 如果你对小弟的频道内容感兴趣 不妨给个赞、留言 和订阅我的频道来支持我之后的创作 其实为什么当时要移民呢 我相信和大家都很相似的 就是想生活过得轻松一点 小朋友教育的质量好一点 当然有一个香港朋友 都会看过他最深的 就想住好一点 来温哥华之后 我生活状态其实改变了很多 回忆下以前在香港 做事就时间很长 很多时工作的氛围或者节奏很快 很多时客户不催你 可能你老板会催你 你老板不催你 可能你同事也会催你 如果同事不催你 可能你自己也有强迫症催你自己 来到加拿大之后 就不会有空 经常可以去钓鱼去玩 其实做事会很忙 尤其是有些朋友知道 我做Mortgage Broker 是自雇的性质 所以自己的生意就多多得 如果有工作做很忙 那你不可可怨疑 不过在加拿大 大家相对会更加注重家庭 所以即使你的同事 你的客户 其实都会相对地 更加尊重你的家庭 所以跟之前比较 晚上或者是日常工作的时间 是相对肯定会减少一点 所以很肯定这样说 这个Work-Life-Balance 一定是比香港好 第二点我想分享一下 我移民初期的过渡期 我想大家对于移民初期 或者回流初期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旁渡的感觉 我当时香港做的公司 其实是一家美国公司 很幸运在移民初期 我和公司谈了一下 公司给了一个六个月的交易 令到我移民初期的半年 收入算稳定 所以我在这里 根据自己的经历 我想又可以给大家提示 如果你在香港 原来的公司 是有加拿大 或者美国的行业 的话 其实不妨和自己公司 稍微谈一谈 去试试找机会 或者你就会有惊喜 6个月的交易到期之后 我突然间就失业 我相信亦都是很多 之前来加拿大朋友 可能经历过 或者你都会害怕有这一天 所以我分享一下 当时我六个月交易之后 突然间就没工作了 当时已经开始找工作了 发现有兴趣做的 好像人工又不行 但人工不错的 我好像又没什么兴趣做 其实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加拿大你只要肯做 其实有很多职位 同等职位 可能香港的收入不是很高 但是很可能 来加拿大收入很不错 当然了 相对来说 就是一些 辛苦一点的工作 因为头几个月 找工作不是很顺利 我太太就鼓励我 不如你试一下 自己职务 自雇 他就说 他就说 我以前在香港有做 黏着地产的工作 也做过 这个 商业公司 每天跟数字去打交道 他就说 你做交易应该对 所以我第二天就没想到 我就报名去考牌 因为呢 再没有收入 那些积蓄可能 慢慢会阴干 因为我有基础 所以就 考牌 三个月都不够 就考了个牌 就开始 进入我在加拿大 Mortgage Broker的事业 万事起步 第一年收入 真的很低 因为你没有客底 你都没有什么行业的 背景在这边 你都只能够一步一步 自己劲力一点 走多一步 主动一点 第一年真的体会到 这个创业初期的一些艰难 亦都多谢太太的支持 很多朋友对我的支持 我入行的时候带我的师傅 现在业务算是进入一个平稳期 算是给自己三年来移民 前三年的一个努力的一个交代 除了开一边之外 来加拿大我亦都做了另一个新的尝试 就是开了这个YouTube Channel 这个亦都是当初最初是我太太的想法 所以跟大家说一声 听老婆说 其实是有好处的 这个Channel当时是在去年 这个Covid封锁得最厉害的时候 开的 最初都好像盲头乌鹰那样 都不知道怎么做 又不懂怎么拍片 又不知怎样去写 不知频道要说些什么 可以慢慢学 怎样剪片 其实很多东西真的要慢慢学 多谢大家支持 频道现在都算是有起色 发展到今天差不多有两千个订阅 很多谢大家支持 我相信YouTube Channel 这个渠道 其实很多 未来上来加拿大的朋友 都可以考虑去用 无论是你自己做生意也好 或者是你有兴趣 专门做YouTube 大家都可能在YouTube 见过很多香港的朋友 一些很成功的YouTuber 香港人来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专职去做YouTube Channel 其实初期系统性的学习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也是那句 万事起步 其实头一千个订阅 是难过一万个到三万个订阅 所以前期怎样搞好你的频道 怎样 position好你的频道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里会 推荐一个Clause给大家 因为Clause当时我也有去上升 在我搞YouTube Channel初期的时候 确实也帮了我很多 令到我频道的成长也算是好快 这个课程的名字叫做 小船YouTube金牌混淆比较 小船是谁呢 现在是一个很出名的YouTuber 当时他经营的频道 用了十个礼拜 就得到十万个订阅者 一年就得到三十万个 所以其实是很惊人的 这个课程是他经过自己 经营的频道 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以及一些精髓 通过他这个课程 我就学会了 例如我怎样提高影片的质量 怎样写剧本 在影片里面说些什么 令到大家看的时间会变长 以及会更多订阅 怎样通过关键字 令到YouTube去推荐我这个频道 或者我的影片给其他观众 怎样吸引这些信息 甚至他会教你怎样去剪片 会令你的影片质量提高 这些是你开频道初期 非常之关键的因素 他的课程这些内容 帮到我在前期 怎样去拍片 怎样去剪片 怎样去规划我的影片 令到我初期更加快 去拿到头一千个订阅 见到很多朋友 做了半年的YouTube频道 但订阅都上不了 最后就放弃了 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 因为很多时候 不是内容不够好 而是有些方法无用对 所以我在这里也想推荐 小船的课程给 有自想自己开YouTube频道的朋友 希望你们早日可以成功 课程的介绍和报名的连续 我放在下面影片的描述栏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当然通过这个连续报名 会有额外的折扣 大家记得去看看 今天分享了自己移民三年来的经历 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未来有兴趣来温哥华 或加拿大的朋友 有很多啟发 如果大家有什么移民 或者想有什么关于加拿大 或温哥华想了解的 记得下面留言给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和订阅 来支持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